进入本期的边学边传 我们继续我们的K线图形 我们现在讲的是三根K线 从一根到两根到三根 本期我们讲的是黑三鸭 正好跟它相反 我们来看一下定义 黑三鸭又叫暴跌三结 是由三根下跌阴线构成 阴线的实体大小相近 关键是实体大小相近 成阶梯状的下跌 三只乌鸦玉玺着不祥之兆 典型的见顶反转的信号 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点 在黑三鸭的三根K线之中 最关键的是开盘架 应当在前一日阴线的实体内 这是最关键的 大家来看一下 第二天的开盘架 全部要在它的实体内 简单一点讲 都是高开低走 而高开的过程里面 都在前一天的开盘架之上 这是最为关键的 如果没有这个形态 就不能称之为黑三鸭 所以大家以前说的黑三鸭的意思是 三根阴线 不是 没有那么简单 它有两个具体要件 一是整个的阴线实体 要完全地接近 第二个 每一天都是高开低走 然后要在前一天的阴线实体之内 这两个条件成立 才能称之为黑三鸭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案例 黑三鸭它是往往是一个做头的 所以它一般是在中高位会出现 一般来说 在黑三鸭的过程里面 它有几个要求 第一个 黑三鸭在之前 往往是有过比较大的涨幅 所以它一般来说 有了涨幅以后 它会形成高点的概率很大 同时黑三鸭代表着空方势力 在短期内的迅速地宣泄 大家看这个案例 这个股票前期涨幅巨大 在黑三鸭之前 已经有过一个图形 这个图形 我们在之前的《边学边传》里面 跟大家教过 叫镊子线 镊子线是一个高位见顶的信号 它是先见镊子线之后 出现了冲高 然后再见黑三鸭 所以当出现黑三鸭的时候 又是在比较明显的大涨之后 应该确认顶部 及时出局 非常清晰 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个股票途中的黑三鸭 它是一举跌破了前期的一个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先有一个顶部 然后横盘再度下跌 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明显的黑三鸭 形成了新一轮的跌势 注意 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没有任何的成交量的异动 大家看到 黑三鸭的构成 不需要成交量的配合 基本就能确认下跌的趋势 下跌 无量 更可怕 最后一个案例 我们来看 这个案例之中的黑三鸭 它是在中高位出现 黑三鸭之后并没有出现 非常快速地下跌 而是出现了一次反弹 反弹的位置 在黑三鸭的第二根阴险 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关键点 在黑三鸭之后 一般会有一个弱势反弹 一般不会超过第三根阴险 而强势反弹 也很难突破第二根阴险 所以此时 如果你发现在黑三鸭以后 股价连续出现反弹 但是突破不了 黑三鸭的第一和第二根阴险的时候 你就要明确地出现止损 什么意思 我们再来画一个 这是黑三鸭的三根阴险 三根阴险 三根阴险以后股价会有个反弹 弱势反弹一般在第一根阴险附近 强势反弹在第二根阴险附近 一般是绝不会到第三根阴险 看到这个位置要慢 这是一个标准的下跌过程里面的 弱势反弹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主要说的 如果你发现不能够突破 那你就要借助反弹 进行止损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黑三鸭 它的整个的操作和图形 和我们在前一期讲的红三冰 正好是相反 红三冰是一个底部信号 黑三鸭是一个头部信号 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点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本期的边学边传就到这里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预告 11月份 我们整个的延报点经已经正式上线 上一期我们讲的是稀缺的A股品牌 本期我们要讲的是 稀缺的科技股的品牌 我们认为在A股当下 价值投资的核心就是它的稀缺性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11月份的延报点经 本期就到这 本期的财经风味就到这 很多的朋友说 喜欢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 同时也喜欢我们更多的请一些嘉宾 来共同地聊不同的话题 这两期确实我们聊得很爽快 也有很多的互动 能够希望大家发给我们 财经风味本期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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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